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长城 人家忙着造复古车呢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一股脑的全部涌进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细分市场呢 其实啊 这些所谓的运动家教特征都很鲜明 理念也特别一致 根据调研机构一缩谱出具的Z世代汽车消费洞察报告显示 41%的Z世代购车者关注一台车的动力和操控是低于造型和设计的49% 相比外世代购车者30%的外观关注度 Z世代是毫无争议的颜值至上主义者 所以嘛 狂转炫酷霸气的外观是这类车力深之本 中广越黑越大越好 包围越复杂越激进越好 在他们眼中谁会在乎进气口是封闭的 散热口是装饰 谁会发现亮黄色的是卡钱罩 碳线为是塑料 排气管冬天不冒烟呢 坐舱自然也是同理 红色缝线翻毛皮 碳线为面板装饰 当然还是塑料和贴纸为主 看起来很帅 但实则毫无包裹性的一体式运动座椅 这些都是必须品 哦 对了 当然少不了换挡拨片 双联屏还有氛围灯 本着坐骑坐全套的原则 甚至有的方向盘上还有一个回正标 在部分车企的认知体系中 这些外表看起来很炸车厢氛围 很糟的运动轿车 甚至一定有资格和性能车化等号 这些样子或性能车的出现 主要优因就是Z世代消费者 对于汽车的核心要素 动力 操控质量等这些属性的关注度 远不及对于造型和设计的关注度高 他们可能更愿意 当这台车出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 能收获多少个赞 当然了 造数这类自诩为性能车的汽车制造商 脑袋里也有着层出不穷的新鲜营销点子 但是真正在性能上 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和验证 都是1.5T发动机 最大马力集中在170到190笔之间 0百加速7秒开外 这很性能吗 再说了 这类车型大多采用七挡试试双离合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啊 燃油经济性是不错的 但是你说运动 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想法 根本不太听从你 通过换挡拨片下达的那些换挡指令 还有一点 性能绝不仅仅体现在崩直线上 操控才是精髓 你想想看这些车型的研发预算上 会有多少钱花在了底盘调教上 开个玩笑 同样是雷霆版冰月库卖十万九千八 M4卖八十八万 八分之一的价格 是不是能带来八分之一的操控体验和驾驶感受呢 还真的不太好说 还有就是有些样子货的性能车啊 为了取得更好的营销效果 从而举办千奇百怪吸引眼球的测试 接着再来一波造假的数据 结果呢 批判和群潮接踵而至 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销量方面 他们往往是那些初道级巅峰 热度燃烧殆尽之后 迅速比燃于众人的车型 性能这个词啊 不是第一次风靡中国汽车市场 事实上 这俩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最先将性能二字带入中国的是大众 是第五代大众高尔夫GTI 双门版卖三十九万九 五门版卖四十一万块钱 要注意 这可是在2004年的中途 这笔钱 当时能在上海中款买炮房 加上钢内直喷分层燃烧技术的 2.0T发动机 配六速DSG双离合变速箱 零百加速6.9秒 比17年后诞生的引爆还要快 到了2010年 17大众 国产了第六代GTI 售价直接降到了二十三万五千八 年轻时被种草的车迷们有了钱 纷纷下单圆梦 GTI的情怀就此展开 按道理说都过去快二十年了 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脑海里 对于性能车的概念 怎么样都该成型了吧 但遗憾的是 那些真运动的海外品牌性能车 没有在中国市场过上一天好日 福特加年华ST 福克斯RS 林木素伊特 梅干纳RS 无数的钢炮 都在中国消费者 引进必买的戏耍中 含恨离去 成为时代的眼泪 当然了 我们中国很多本土汽车制造商 也吸取了他们失败的教训 与其在动力底盘操控上下狠功夫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去研发真的性能车 还不如用一台普通家用车的底子 通过套件 颜色 缝线 材质和升浪 来营造感官上的运动幻想 省时省力还能挣快钱 而他们的区别 就好比雕塑和蜡像 只追逐热点红利 不修扎实内功 让部分中国汽车制造商 20年前造不出性能车 20年后依然造不出来 只会造买菜车 造不出性能车的国家 可以算是汽车大国 但绝非汽车强国 只会造伪性能车 造不出真性能车的国家 即便培养了汽车工业 却也栽培不出汽车文化 对于个别本土汽车制造商 我特别想说一句 绝不能产生那种 我一不登天就能造出 奔驰AMD宝马M 奥迪RS所谓平T版的空投支票 这注定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 和技术沉淀的长期过程 宝马M部门因为创始那一句 性能是一切汽车的基础而诞生 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 才到了今天的模样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领克03家算是中国首款性能车 这个观点 但你想想看 他也是经历了 基盘车型领克03 纽北破纪录的SIGN概念车 高性能版的03家 SIGN定制版03家 四大步骤的发展 领克车队更是连续两年 获得了WTCR冠军 这成绩也真的不容易 遥想当年舒服哥那个 造车有什么难的 无非就是四个轮子 加几个沙发 现在的舒服哥 才是真正的造车强人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经历了现实和时间考验之后 成功的商人再做正确的事 哦对了 听说引爆RSTAR要参加CTCC了 嗯 诉你好运吧